薄脆饼皮撒满经典香肠片就连萌娜丽莎也疯狂 但你可能想不到有60年历史 全球15000家分店的达美乐披萨曾经瀛到逼 11年前消费者刘欣称达美乐是抹了番茄酱的纸板 还有达美乐倒了煤 当时股价惨跌到3美元 直到2009年新任CEO道尔大刀破斧改革 在一间的混合中 有6多产品材料 豆腐、水、砂糖、砂糖、油 然后还有我们特别的包装 製造Dominos Pizza Dough Dominos Pizza Dough 走进达美乐工厂 这里是改变的起点 为了扭转口味 当时达美乐舍弃49年老食谱 大概85%菜单 终于吸引一部分消费者回头 改变的第二步是改善送餐速度 达美乐研发无人机 甚至是送餐披萨机器人 总部800个员工中 有400个在搞软体开发跟大数据 如今股价293美元 10年翻了30倍 但对手必胜客也有策略 对其拼命夸自己的披萨有多好吃 必胜客多数广告都这么无厘头 果然幽默行销吸引青少年 被票选为24岁以下年轻人 心中最喜欢的品牌 如今跟达美乐拿破利三强鼎立